精準命中目標 只要把機進入射程 這艘飛彈透過紅外線追熱刀印 通通不放過場面超震撼 更是俄乌戰爭 重創俄羅斯空中兵力重要武器 身攻操演大受肌肉 另外天馬操演脫續飛彈發射 也命中海上目標震撼台灣 東南岸海空 國軍捍衛家園 未來也將首都在首都台北周邊 部署新彈種 台北首都防空 目前由愛國者二型和三型飛彈 為防空主力 部署南港新電 屬於反飛彈任務 萬里則是執行 東北角空域反飛機 空軍日前公布 將啟用防空飛彈陣地 讓編列達一千零四十億採購 和運作預算的天空三型飛彈 進駐桃園歸山 苗栗西湖 執行反飛機任務 填補台灣長期 在西北部防空空隙 五個重要的縣市 通通沒有金融機場 所以在空房上是有一些 在無機口用的狀況之下 靠飛彈來補強 這是正常的 手足機是非常的重要 不關也是金融 經濟 軍事政治的中心 中共來說 他對台的用兵 北部決定也是重點之一 國軍持續增進作戰防衛能力 現在有媒體報導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恐怕江城蔡英文任內 首位文人國防部長 顧立雄學法律出身 不只當部份去立委 沒金融背景去管過金管會 沒國防情報背景 卻去管國安會 是斜槓能力真的強 還是只要小英喜歡他 什麼位置都能坐得上 因為資格他當然都不夠 他當年也不夠資格 當金管會主委 當然更不夠資格去管國安會 他有這方面的專才嗎 根本沒有 因為只要蔡英文喜歡他就好 顯然蔡英文是很信任他 你最重要是什麼 但是台灣的國防 台灣的防衛 就必須要從台灣的角度來出發了 如果他真的當國安部長 或是他現在在國安會的這個位置上 應該思考的是 讓兩岸怎麼和平 總統府回應 派任顧立雄當國防部長 消息荒誕不實 只是回頭看 顧立雄這允文允武的政治生涯 蔡總統一手造就出百年難見的政治奇葩 記者張正銘李璇台北報導 並說明來 Lang // 大學山爾太太 plea 差別比较